接下来看到在这一次的立委选举中 台湾团结联盟的政党得票数 总共有117万票 冲破了5%的门槛 因此台联拿下了三席部分区立委席次 今天台联党主席黄昏辉 面对媒体带领三位新科立委亮相 黄昏辉表示 未来台联的中国经济政策 将以台湾为主体 确保台湾不被边缘化 拿下三席立委席次 台联进军国会 三位新科立委 分别是具有国际贸易法专长的许中信 以及律师出身的黄文林 还有台湾一届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佳 党主席黄昏辉表示 本次总统大选 国共夹杀导致民进党落败 因此未来四年 台湾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指出中共以经济介入台湾 已经是不可避免 未来中共将从经济控制台湾 进一步达到政治统一台湾的目的 黄昏辉举例这次选举前的大企业家表态 就是中共以伤逼政的成功范例 中国是最能够帮助台湾人民的 要靠中国 经济要好 大家肚子要保 要靠中国 这个等于是倒过来 一点颠倒是非 倒因为果的一个手法 强调经济与主权应该兼顾 黄昏辉还提出 要回到李登辉藏富于民的时代 扭转现金过度依赖中国的错误经济政策 新唐人的电视程会 某某柳思寅台湾推报导